是说新语 是说新语 南朝宋陵春王刘义庆编传 以千里潇洒的短文 记录前汉到南朝间文人的思想原型 和上层社会的生活面貌 是一本还有大量史实的笔记小说 在许多故事背后 展现的是魏晋时代所有政治、社会 和人文的整个缩紧 帮助后人了解魏晋黑暗政治下的贵族哲学 知识分子脱离儒教笼罩 产生的自我执行 更让我们明确地看到了魏晋清潭的风貌 习步侠满 陈仲矩一言一行都足以为是灵的表现 每当他登车瓦礁的姿态 并有成亲参向之后 有一次他出任豫章太守 刚到那地方便立刻说 我要先去拜访徐儒子 大家的意思呢 想请太守您先到官署里去 周武王因敬重商榮 到他住的地方向他致敬 匆匆忙忙连席都不及作乱 我效法先往李贤下誓 有什么不同 寻聚伯到远方探望朋友的病 正好碰上狐贼来攻城 我是将死之人 你还是快逃命去吧 不要管我了 我自远地来探望你 你却要赶我走 为了贪求生命而败坏义气 岂是我寻聚伯会做的事 全城的人都逃光了 你俩好大胆 敢留下来不走 朋友病重 我不忍心舍他而去 情愿牺牲自己换他活命 我们这些无义之人 竟攻入这讲义气的国度 说吧 说吧 即全军撤回 歌席绝交 管宁和华星一起在园中除草 看到地上有一小黄金 管宁把金子当作瓦石不去管他 华星则捡起来 把他丢到远处去 又有一次 他两人同袭读书 门外有辆豪华马车经过 哇 好棒的马车 哼 我们还是分析而做 你不是我求学问道的朋友 喜怒不济于言 鸡康是曹操的孙女婿 曾在北魏当过官 他长汉光同尘 好恶不与人争 换了朝代以后 他为了避愿 因而更加谨慎 王荣与他相交二十年 我汉基坑做了二十年的朋友 不曾看过他面露喜怒之色 永远是一号表情 羽公不卖马 这匹马太严了 把他卖了吧 卖掉它 一定会有买的人 这又害了别人 怎可以把有害自己的东西 转移给别人呢 从前分数熬杀了两头蛇 就是为了不让后来的路人 看见成为古人乐于传送的佳话 我效法他的做法 不是很好吗 处求对气 冬进南渡以后 每到空闲好日子 士族们就相邀到星庭引荐 风景是很不错 但却和北方故乡的完全不错 大家听了都相对流泪 丞相王岛看了非常生气 站起来说 我们应该同心协力 光复河山才是 怎可以像做了主球一样 相对而进 高座道人是昔日来的和尚 不会讲汉语 他和民事交谈 往往要靠翻译 后来周已遇害 他坐在灵前 用胡言念咒数千言 没有人明白他念的内容 高座道人 为何不学去汉语呢 因为不会讲汉语 可省去应酬的麻烦 王城坐东海郡代手 为正亲近 大胆 大胆 敢撕到郡内池中鱼 八上 他偷捕池中鱼 从前文王的林园方七十里 百姓去采桥打猎都可以 我池中的几条鱼又算得什么 啊 七步成诗 曹植才思过人 深得曹操喜爱 想被曹丕改立曹植为太子 曹操死后 曹操死后曹丕即位 对曹植百般欺悟 令你七步之内做一首诗 若不能完成 便杀死你 主豆池做羹 露鼠已为之 骑在府下燃 豆在府中气 本是同根生 相间和太极 啊 妇人之美 非美不显 谢安问主部陆腿说 张平为什么只替他母亲做蕾文 而不替父亲做蕾文呢 因为男人的德性 已表现在事业行为之中 早为世人所知 而妇女的美德善行 只表现在家里 不靠蕾文 得以传世 陈元帮达克问 陈泰秋和朋友相约出游 过了约定的时刻 朋友还是没来 泰秋不等他 而先走了 哼 尊大人在家吗 等你回准布来 他已经走了 这不是人 和人约好一起去的 却抛下别人先走 你和家父约好周五一起走 到了周五却不来 请不讲信用 当着儿子的念骂不听 更是没有礼貌 有人惭愧 下车想拉陈元芳的手 元芳静自入门不理他 一无虚让 王树观生上书令 令道变形 毫不谦让 爸爸 你应该谦让一下 你认为我不能秤职吗 怎么会不秤职 但谦让是美德 礼俗上恐怕不能免 人之处事 当先良己而厚动 一无虚让 你年纪轻轻 就学会这套虚理 人家都说 你将来会胜过我 我看倒是未必 灵形不变色 鸡康年轻时傲事 不为勿用 上不成天子 下不是王佛 因而得罪了朝廷 在洛阳东市 临行前 他神气不变 琴带来了没 广灵形 便弹了一曲广灵赛 从前 原校理想学广灵赛 我舍不得叫他 如今广灵赛 是注定要绝传 鸡康被杀后 晋文王也觉得很后悔 王容不摘礼 王容七岁时 看小朋友在路边玩 见路旁的礼数 结了很多果实 别的小孩 都争相爬树 沾礼子 只有王容不动 王容 你为什么不沾 树在路旁 能够保存这么多果实 这些礼子一定很苦 我不相信 果然很苦 东床快序 施太父在金口时 派遣门生送信给王丞相 要求选个儿子做他女婿 你到东序去随意挑选吧 是 门生选完 回来报告 吃太太父说 王家那些儿子都很不错 听到我来选序 大家都很拘谨 但有一个躺在东边床上 富仰卧着 根本不当一回事 这个好 就选他吧 打听之下 那个人便是王兮之 于是就把女儿嫁给他 中夜奏胡家 刘坤遭胡气 围困在城中 大家都急得毫无对策 到了晚上 刘坤便登上城墙 发声长啸 笑声凄凉 胡仁听了很感动 中夜以后 他又叫人吹胡家 胡仁思乡琴切 不觉为之落泪 连着几个晚上 夜夜胡家 胡仁终于弃成回乡了 临危不乱 前秦胡间 帅兵八十万南下 想一举攻下宫敬 朝廷派精兵八万 到怀胜学阵 谢安在别墅与侄子下棋 忽然前方战 忽然前方战暴到来 忽然前方战暴到来 战暴 谢安看完信 默默无语继续下棋 前方胜负如何 快说呀 小孩子们已经把敌人打败了 小孩子们已经把敌人打败了 有一年 人生难得几回痛快 又何必在关场伤脑筋 于是就辞了关 故车还乡 不久发生八王之乱 棋王终于失败 已有仙剑之名 借阶急流永退 并不是为了家乡的蔬菜鲁鱼 哈哈哈哈 哪里 哪里 王树为人婉成 当时人都说他呆吃 由于他是王成的儿子 丞相王岛就沿用他为怨礼 王岛常在家中与朋友倾谈 王岛每次说话 众人无不争相赞美 对对对 主人并非圣人 怎能事事都对呢 不错不错 讲得真对呀 王丞相大围探上 却气死了在座的客人 真是个不争相的呆瓜 环仪见人 环仪善于品鉴人 羽亮请他推荐一个 请帮我找一个好的人才 好 环仪找了一年才找到徐宁 我推荐的这位很特别 别人应有的长处他不见得有 这样子你还要推荐给我 他的优点是别人不应该有的缺点 他通通没有 啊 王大自是三月柳 王公和王臣交情很好 因悟性圆月流言 便相疏远 但王臣很可爱 王公虽不与他往来 却常常想念他 一天早上 王公散步到金口社堂前 见梧桐新发 枝崖挂漏 王大自是三月柳 令人相似 奴牛圣奴马 庞统到吴国 与很多吴国的民事交往 庞统见了陆基 护哨 鹿子向奴马 有一族之用 顾子向奴牛 可以负重致远 你是说鹿基强过顾哨 奴马虽快 只能坐一个人 奴牛一天只能走本里 但岂只在一人 吉人之词寡 王羲之的三个儿子 照谢安闲聊 王伟之王操之多谈些俗事 王羲之只寒暂一下而已 这三位兄弟 谁比较好啊 小的最好 何以见得 何以见得 吉人之词寡 造人之词多 吴 武帝不忘 汉武帝不忘补乳恩 汉武帝的乳娘犯了罪 武帝想依法处罚她 乳娘便向东方朔求救 这件事 这件事 由我向武帝讲好话 是没有用的 不如这样 等一下武帝找你问话后 你离开时 要频频回头看武帝 但不可说话 这样或许有万一的希望 于是乳娘去见武帝时 照着东方朔的话作 你真糊涂 皇上哪还记得 你为乳时的恩情啊 算了算了 赦免她的罪吧 谢谢圣上 锦背风波 陈元芳丧父 哀痛哭泣 以至于骨瘦如柴 他的母亲联系她 就偷偷地用锦背替她盖上 正好郭泰来调记看到了 嗯 你是天下的才俊之士 天下人均以你为魔犯 你怎可以在桑旗之内盖锦背呢 红子说 穿锦衣 十道米 你的心安吗 我真为你惭愧啊 自此以后 敬拜日没有宾客上门 原地戒酒 把酒戒了吧 好吧 再珍酒一杯 是 原地喝吧 将杯附在地上 从此不再喝酒了 曹操坐宰相时 有一天去看相府施工的情形 他在门框上贴了一个活字 就离开了 工人们都不知道 这是什么意思 奇怪啊 杨修见了便说 把大门拆掉 改小一点 为什么 门中加火 不就是阔字吗 丞相嫌门太大了 对呀 怎么没想到呢 有人送给曹操一瓶落 曹操喝了几口 于是在盖子上贴了一个盒子 为什么写一个盒子啊 什么叶子啊 看不懂呢 杨修一看 便把落打开 喝了一口 卫王 卫王请我们一人喝一口落 大家快喝呀 人一口 画地令方 何燕的父亲早死 曹操便纳燕母为妾 因此 何燕便随母住在宫里 这小孩很讨人喜欢 我想收他为子 何燕 何燕知道曹操想把他收归曹家 便在地上画一方格 并坐在格子中间 干嘛出在这里不出来 这里是何家的房子啊 曹操知道后 便把何燕送出宫 日近日远 静明地小的时候 坐在原地溪上 你知道长安和太阳 哪个比较远 太阳远啊 为什么 只听有人从长安来 没听过有人从太阳来的 第二天 原地咒集群臣宴会 把昨天的故事说了一遍 你说太阳和长安 哪个比较远 太阳比较近 你怎么说的跟昨天不同呢 我抬头就能看到太阳 却看不到长安啊 心静自然凉 静孝地小的时候 冬天白天只穿单衣 夜里却盖上多重瓶被 谢安劝他说 陛下这样白天太冷 晚上太热 不合养生之道啊 夜里很静 我的心也很静 就不会太热了 啊 床头捉刀人 曹操要见匈奴来时 我的相貌不足以雄服匈奴 你代替我接见他 是 催眼声姿高唱 眉目疏朗 虚长四尺 非常威武 曹操替他挂刀 站在床边 接见完毕 曹操派间谍 问匈奴的使者说 你看卫王如何 卫王仪表堂堂 但床头捉刀的人 才是英雄啊 曹操一听 立刻叫人追杀使者 杀杀 杀杀 站住 王战选期 王战年轻时有点傻 他父亲怕他跑不到老婆 随你自己的意义 选一个老婆吧 我想娶隔壁 好谱的女儿 好啊 好女过门后 不但姿容好 而且非常贤惠 你怎么知道 好女贤熟呢 哦 我曾看她在井边取水 举止容貌不时常 看她的背影 就知道贤熟啊 韩姆银骨鸡 韩姆银骨鸡 后来发现 她母亲还把一张旧桌子留着 啊 为什么不把它弄掉 换新的呢 旧东西不留着 将来古物从哪里来 啊 伪罪于目 王导请郭仆坐卦算命 哎呀 丞相有雷劈之恶 能否破除此恶 可用柏树替代 于是王导令人取一节 与自己一般高的柏树 放在床上 王导知道后说 丞相的灾是消了 柏树却无端遭了殃 啊 画人点睛 顾凯之有三觉 才觉 画觉 诗觉 他善画人 但经常画好数年 也不点眼睛 为何不把眼睛点上 完成这张画呢 哈哈 四肢画得再好 与画得好坏无关 画人传不传神 最重要的正是眼神呢 嗯 琉璃借酒 啊 没酒了 琉璃喝酒过度 中了酒毒 一日不喝 便饥渴难忍 太太 求求你给我点酒喝吧 求求你 为了你的身体着想 把酒戒了吧 好 啊 好 好 你准备点鸡品 我对神力士才接得成啊 啊 好 天生琉璃 以酒为名 亦饮一劫 无斗皆醒 富人之言 甚不可听啊 啊 又喝醉了 流畅的酒品 流畅很爱喝酒 他也不择酒友 跟什么人都喝 好 流畅饮酒 真是无品 是啊 果子有道理 酒量比我好的 当然要与他拼拼看啊 酒量与我差不多的 更要拼一拼 酒量比我差的 也要让他有机会拼一拼啊 因此 流畅每天都喝得醉醺醺的 好 房子是裤子 流畅常喝酒放纵 有一次 他喝完酒 就把全身衣裤全脱光 喝酒喝到这种样子 真是不笑话呀 天地就是我的房子 房子就是我的裤子 你跑进我的裤子干嘛呀 凤 鸡康和吕中涕相知 两人为了相见 但千里路去找对方 也不觉得远 有一次 吕中涕去访鸡康 不在 鸡康的哥哥 七喜 出来接待 吕中涕没进去 只在门上提一凤子 便走了 吕中涕刚才来找你 他说我是凤呢 凤子不正是凡鸟两个字构成的吗 他说你是凡鸟 你还不自知呢 对呀 凤子不正是凡鸟 臣无功劳 缺而辱蒙陛下厚刺 这件事你岂能有半点功劳 狗洞自由狗出入 张旋之八岁换牙齿 两颗门牙中间却有一缝 大家都知道这小子不好惹 没有人敢笑他的牙缝 偏有不适向的人笑他说 你怎么口中开个狗洞啊 就是留给你这种人出入的 抱吃甘蔗 顾凯之画画很绝 做人也很绝 很多行为与常人很不同 他吃甘蔗 总是先从不甜的这味吃起 为什么要这样吃法呢 这样的吃法越吃越甜 见智佳劲 白井屋 知道林到贵姬去 见了王献之兄弟 王家弟子常讲无语 知道林却听不懂无语 见了王家子弟 觉得他们如何 他们像一群白井乌鸦 每天牙牙叫个不停 曹操有一次带兵行军 步入没水的道路 军事们都渴得走不动了 前面有冒霉林 截子胜多 又甜又酸 给你解割 梅子 看我水都流出来了 没有梅子 有水没走快快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 不要走到水了 来来来来来 士兵们听到梅子都流口水 就靠这句话的鼓舞 得以走到水源所在 曹操的轨迹 曹操常跟左右说 我睡觉时别靠近我 我会在睡中杀人 自己也不知道 有一次他假装睡着 有个清静侍卫便拿被子替他盖上 曹操就顺势把他杀了 从此 每当他睡觉时 左右都不敢靠近他 甘肠寸断 环温带兵入四川 经过三峡时 有个墓下抓爆了一只小猴子 母猴沿岸暗哀嚎 跟了百云里还不肯离去 后来更跳到船上撞死了 扣开他的肚子一看 肠子都寸寸断裂 环温带兵 环温知道后非常顺气 你滚下船去 我不要有这种故乡 美人醒酒 十重每次请客都叫美人劝酒 若客人不肯干杯 就叫家将把美人斩了 有次王导与王敦到十重家中做客 王导虽不善意 勉强自己喝 以致大醉 我先干为敬啊 但王敦却坚持不喝 十重已经连杀三个美人了 王敦毅然面不改色 求求王大将军 救救我 把酒喝了吧 哈利亚 你就把酒干了 不然他又要杀美人了 他杀他自己家里的美人 关你什么事 人乳养猪 静武帝曾到王继家做客 食器全是琉璃器母 百鱼势帝穿着绫罗端菜 这道叶乳猪味道非常鲜美 做法如何 这道菜是用忍辱味的小猪做的 武帝听了 心中非常不快 还未吃完及离席而去 这道菜连王楷 十重家都不知道他的做法 为武杀技 曹操有一个歌迹 声音轻跃高扬 但性情却十分粗暴 抱歉 今天不想唱了 可恶 于是曹操立选了一百个女子 请人教她们唱歌 这一百个女子中 已经训练出一个 唱得跟你一样好的歌迹了 你永远不必再唱了 杀掉她 饶命啊 饮动如牛豆 鹰重堪的父亲得了怪病 身体虚弱怕惊动 连床下蚂蚁爬动的声音 她都以为是牛在香豆 床下 是不是牛在大豆啊 不是啊 只是一只蚂蚁爬锅罢了 孝五弟不知道此人是鹰重堪的父亲 听说有一位鹰性老人 得了怕惊动的怪病 臣进退为谷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原来 寻灿情深 寻灿娶票继将军曹红的女儿为妻 曹氏长得十分美丽 夫妻两人十分恩爱 有一年冬天 曹氏得病高烧不退 寻灿山便到亭中 把身子冷一冷 娘子 我用身体抱住你 看看高烧会不会退 没有用的 娘子 娘子 曹氏死后不久 寻灿也死了 王时年二十九 德部族称以色为主 寻灿说 女人兼具才德姿色的极少 有姿色的没有才德 有才德的又没姿色 所以才德与姿色两者 应选有姿色的为主 裴尾听了说 这是寻灿个人之介 别为了这话耽误了 娶气不能以姿色为主 官本臭腹 财本粪土 有人问英豪说 为什么人要得到官位 就会梦见棺材 将要得到财富 就会梦见粪便 官位本是臭货的东西 所以将得官就会梦见棺材 钱财本如粪土 所以将得就会梦见棺材 古肉乡图 环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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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母亲 等一下环玄会来这里看你 我要利用这个机会袭击她 环玄也是我抚养大的 她也是我如母 我不忍心看你们骨肉相残呢 好吧 报仇的事就算了 魏晋时 住解庄子的有数十家 其中以上秀住得最好 但还差秋水 智乐两天没住完 上秀就死了 郭相这人才高而品性不好 他见上柱不传于世便切为己有 令自助秋水智乐两天 又换住了马蹄一片 郭相的庄子柱问世以后 上秀庄子柱也被发现了 柱姐的好棒啊 两本柱的一样嘛 所以现在通行的庄子解义 有项柱柱柱两种版本 但内容都一样 白马论 谢安年轻的时候 清润欲讲解白马论 赵人公孙龙子曰 白马飞马 滑着所以命行 我知道你讲得很有鉴定 可是我还是听不懂 哎呀 不但能讲解白马论的人不可得 就是听得懂白马论的人也不可得 王荣的女儿嫁给肥尾石 曾借几万钱给女儿 女儿每次回来 王荣都没有好脸色 嗯 爹 以前向您借的钱还给你 嗯 女儿把钱还了 王荣的脸色立刻变笑脸 最近好吗 孙子晶因为自己有才华 很少佩服别人 一生只佩服王五子 王五子去世 当时的民事都来吊丧 孙子经厚道 临时痛哭 复客为之挥泪 生前你喜欢听我学驴叫 现在我就问你再学驴叫一声 可恨 可恨让你们活着 而叫这个人死去 顾艳仙 顾艳仙生平喜欢弹琴 死后 家人把琴放在临床上 张汉 张汉来吊丧时悲痛异常 就上临床弹奏束手 顾艳仙 是否喜欢听琴音啊 说吧 又大哭起来 竟忘了直孝子手的礼数就出去了 晴随人王 近孝武帝太元十二年 王为之 献之两兄弟都病得很重 怎么都没听到献之的消息呢 他 他已经过世了 为之知道弟已去 一点也不悲伤 便坐车去奔丧 他坐在临床 拿现知的琴来抬 闲音不协调 紫禁啊紫禁 人死了 连琴也跟你走了 啊 弟弟 弟弟啊 过了一个多月 为之也去世了 诚信而行 信静而返 王为之住山音时 雨雪夜喝酒饮涌 忽然间想到了戴魁 开船吧 带我到眼线 拜访戴魁 走了一夜 才到戴魁的门前 但他去不去敲门 就又回头了 我们回去吧 人家问他说 既然到了 为何不进去见戴魁呢 我们承信而去 信静了就回来 何必一定要见到戴魁呢 王为之离开京都 人还在船中 过去他曾听说 环衣善吹笛 但并不相识 马车上的人就是环衣 去请他吹奏一曲 环衣善吹笛 环衣当时 官也坐得很大了 但他也久闻 王为之的大名 就下车为他吹奏了三尺 吹奏完毕 就上车离去 主客两人没交谈一句话 王敦击鼓 晋武帝与群贤共画记忆 王敦却坐在一旁 一副不屑的样子 王敦 你会什么记忆 我只会打鼓罢了 取鼓来 是 王敦阳谷奋极 殷杰调快捷 如狂风暴腿 他提鼓的神气豪迈 狂若无人 在座无不叹齐好手 王敦屈地窃 世人赠许王敦为高尚之事 他曾经沉迷于女色 你太自欲于女色了 这样身体容易弄坏啊 我自己竟然没注意到 不过这点好爱 于是就打开后门 前走必窃数十人 让他们自由离去 当时人都为之赞叹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